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 我是老汤 欧战争中有一支不防在巴赫姆特战区的知名部队 它是乌克兰的第三突击旅 特殊的是这支部队在社交平台上非常活跃 经常把实战影片公布上网 引起全球媒体和网友的关注 当然很多人也不免好奇 为什么第三突击旅总是能掌握俄军在壕沟里的动态 然后精准出兵给予致命一击 这就不得不说第三突击旅花了多大心思 在构建完整的勤奸征系统 并且运用了多样化的手段来统合各单位的作战能力 同时也首度让国际媒体以记录的角度拍摄战情指挥中心 如何运用这些手段 引导前线官兵执行收复巴赫姆特南部小镇 安德里伊夫卡的战役全过程 空中侦察的无人机为部队提供了明确的指示 等到官兵就定位准备接敌 手段爆炸后官兵再补上几枪 以确保俄军没有机会跑出壕沟 战行指挥中心的各级参谋紧盯一幕 观察俄军的下一步行动 一旦发现俄军加派部队试图堵住被突破的缺口处 又赶紧协调破爆般给予前线弟兄及时的火力支援 第三突击旅的立体攻势也惹火了位居下风的俄军 立刻以猛烈的火力试图压制地面部队的推进 俄军朝第三突击旅的前进路线发射成串的子弹 身为进攻方的第三突击旅显然感受到俄军的顽抗 在保存有限弹药的情况下 突击旅官兵改采匍匐前进的方式 一面躲避俄军的还击 一面慢慢接近俄军阵地 要在近战武器的有效射程范围之内 一股作气端掉俄军这个据点 这种短兵相接的交战方式 对两方部队来说都会是一次生死存亡的考验 一名占据散兵坑的第三突击旅士兵 正在以火力压制俄军的回击 从后方过来的战友 立刻跳进散兵坑加入同伴的压制行列 两名战友不间断的交互射击 就是不让俄军有机会反击 就在这个时候 第三突击旅官兵看到自家的无人机 已经飞抵俄军据点了上空 这下乌克兰部队占了上风 他们开始就地掩护 让无人机执行空中打击任务 准备一举歼灭赋予王英康的俄军 无人机的空中侦察 为第三突击旅带来及时而又可靠的战场资讯 让他们得以在作战任务中 依旧能掌握目前的敌我态势 并且做出正确判断 究竟是要继续追击 或是改变推进战术 采取更为安全有效的迂回攻击 以达成战斗任务中的终极目标 减少错误指挥和有身战力的损耗 这是一次激烈的战斗 第三突击旅虽然收回了不少据点 但是在战斗中挂踩的人员也不在少数 他们乘坐装甲车先回到野战医院接受初步的治疗 伤势严重的官兵则是要转往后方 接受更进一步的照顾 大批伤兵后送意味着这支部队必须要接收部分新兵 以填补人员空缺 没有经过战争洗礼的新兵 声色和不安的表情全都写在脸上 即便一些风吹草动也足以让他们不知所措 本能反应地爬在地上躲避他们以为的俄军炮击 但结果却是虚惊一场 新兵报道后 接着就要徒步走回据点 一路上他们看到的不是损坏的装甲车 就是宛如废靴的城镇 原本绿印匆匆的丛林 现在也只剩下一片断枝枯木 更别说沿路上还有敌军和友军 遗留下来的武器和随身用品 这是新民们的震撼教育 第二机械化连连长费迪亚说 这就是战争 任何说战事推进缓慢的人都应该亲自来趟 这样他们就会知道 反攻行动绝对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任务 毕竟战争会用自己的方式告诉你 他会呈现怎么样的后果 仅仅靠一把步枪是无法在战斗中赢得胜利 尽管这位沙场老兵在言谈中 是如此的冰冷没温度 但是作为连队的主观 他必须要把丑话说在前头 即便实际上费迪亚是一位 非常关心弟兄情绪的部队长 波古恩是费迪亚连上的一名士兵 但是看不见尽头的战争 正在一点一点消磨波古恩的战斗意志 即便费迪亚把他转移到另一个相对更安全的据点助手 但是波古恩却沮丧地坐在角落 双手掩面似乎想忘记战场上带给他的不好记忆 这让费迪亚左右为难 因为他不能抛下自己的战友 几经思考费迪亚决定要做一件事 希望能让波古恩重新振作起来 他把乌克兰国旗刺穿了几个洞 然后挂在一个木棍上 冒着战火还未完全停歇的空档 将这面国旗插在一座已然成为废墟的民宅上 并且摊开第三突击旅的战斗旗 宣布部队已经获得安德里伊夫卡战役的胜利 除了提振部队士气 也希望波古恩能重拾信心 毕竟乌克兰的目标是要把入侵者赶出国土之外 这是第三突击旅在安德里伊夫卡战役中的真实记录 尽管这支部队并不是一支所向无敌 不会失败的作战单位 但是在这场战役中 乌克兰国防部宣称 第三突击旅不但团灭了俄军第72魔部旅 而且歼灭了包括一名情报官 和三名营级干部在内的大多数官士兵 根据公开资料显示 第三突击旅的前身就是鼎鼎大名的亚述营 经过重新整编之后 这支部队承袭了过去骁勇善战的军风 也扩充了组织编装 也是第三突击旅能在巴赫文特战场上 不断取得战果的重要原因 好了就到这里 我们下次见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